字幕提供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 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其實我們在節目當中 教大家做很多的 譬如說吸點 像是蛋糕 餅乾 或者是巧克力等等 這一類吸點 可是不要忘記 在我們的點心項目當中 很多中式的點心 尤其是台式小吃 其實也是非常值得 我們學習的一個類別 所以今天我們要教大家 做一個非常有名的台式小吃 而且很多的這一些名店 可能在南部都非常的火紅 到底要怎麼樣如法炮製呢 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的點心老師 歡迎的是麗娟老師 好 瑋瑜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麗娟老師今天要來教我們 做一個台式小吃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是什麼 碗粿 碗粿 其實說到碗粿 就很多人可能都會專程 跑到台南麻豆去吃對不對 對 那邊的碗粿是很有特色的 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 怎麼樣在自己家裡 也可以做出碗粿 而且不是太難 只是材料準備的品項 稍微多了一些些 可是你只要把這些材料準備好 或者是掌握到老師今天教大家 做包括粉漿的比例內餡的調配 你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做出 非常好吃的現炊碗粿 到底今天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呢 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碗粿的材料有 碎蘿蔔乾100克 鹹蛋黃4顆 醬汁的部分水300克 醬油50克 甜辣醬50克 糖22克 再來米粉15克 蒜泥適量 好 所以在材料的部分 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碗粿材料分三大部分對不對 第一大部分就是靈魂了粉漿 粉漿的部分 對 粉漿到底要怎麼調配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另外材料內餡的部分 內餡就可以依照大家的喜好度 來去準備對不對 對 另外還有一個靈魂部分 就是碗粿的醬汁 譬如說南部的碗粿它的粉漿部分 它是會調味道 就是說它會把絞肉部分 他們會把它做成肉燥 然後拌到粉漿裡面 所以它是有味道的 像今天做的它是沒有味道的 就是粉漿部分沒有味道 靠的是我們等一下來淋醬 所以相對的淋醬 就是會變得滿重要的 對 就是它調味的靈魂 就是在醬汁的部分 對 所以今天三個部分都要教大家做 趕快來看看今天 要來製作的碗粿 有哪一些必須要學習的步驟 第一個動作要做什麼 第一個動作先把肉餡調好 因為今天是不炒 假設說你今天是要做成肉燥 拌進去的 這個部分就要炒過 然後去爐過 好 我們今天就不用 我們今天就直接把它 肉餡先把它調我們的醬汁進來 這個肉餡的肥瘦筆 有沒有怎麼樣比較好吃 一般來講的話 你可能三七或是六四的肥瘦筆 會比較好吃 就是還是要有一點的肥肉 它會有一個香味 會比較那個 就不要全部都用瘦肉 對 我們今天的話 就是比較瘦的 比較瘦的 粗細你可以自己調 像我今天想要做成 就是小肉丸的感覺 所以我的肉就會比較細 好 就會比較細 好 我們的調味料要進來 調味料 所有的調味料嗎 對 好 這個醬油 這個也稍微多一點 這個是五香粉對不對 對 好 我們都適量 好 然後有鹽 有糖 還有味精 好 五分 我覺得調味料是最難抓的 對 因為其實你半生肉 你又不能調一調 拿起來試吃一下 它全部的味道好難抓 其實這種東西味道 你會發現其實每一個人吃的 都不大一樣 就是有人吃鹹 有人吃比較甜的 尤其像東西少的時候更不好調 所以有時候會發現說 因為我們的食譜上面 也許會出一個點五的 或是什麼 其實常常我都提醒大家切記 有些調味料可以照比例去乘倍數 就是說很多觀眾朋友都想 我老師做十碗 我做二十碗 我的鹽巴本來五公克 我下次就養分就十公克 可能有時候是五公克是四捨五入 所以你乘一倍數以後 就變成很鹹 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鹽巴其實就要比較注意一點 就要謹慎 有鹹味的東西就要謹慎一點 對 要比較謹慎一點 好 然後我們的油蔥進來 倒下來好了 這油蔥是已經是炸成油蔥酥的 對 這個是我們自己炸的油蔥酥 所以如果你是買那個 生的紅蔥頭回來 你要先把它炸成油蔥酥 對 先把它炸成油蔥酥 好香喔 油蔥進去 不得了的香 我的天啊 這感覺想要來個肉燥飯的感覺 肉燥飯的感覺 好 因為今天其實我鹽巴沒有 全部都下號 其實我真的怕太鹹 好 我們就佐料 因為我們最後還有一個醬汁 對 所以你內餡 其實也不用下得太重手 對… 就是你寧可蛋都不要太重 好 那個調完了以後 我們等一下就是放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湯匙去挖一球 放進去 或者是我們可以戴手套 把它弄成一球… 然後放在中間 所以我們這個肉餡 不用去摔或者是拌什麼的 對 不用…你就是把味道調勻 拌勻就好了 拌勻就好了 所以就是把它拌勻的 只要你的鹽巴跟糖都有溶掉 不要說等一下吃到一坨鹽巴在裡面 這樣就不好了 好… 好 所以肉餡的部分 我們在這邊就處理了 有香 油蔥超香的 好 再來就是要炒蘿蔔乾 來 這個塊是這邊的肉 蘿蔔乾乾炒就可以了 現在大家都講求比較健康一點 所以就把它稍微乾炒一下 蘿蔔乾有時候會比較鹹 買回來的時候你要先試試看看 它會不會太鹹 假設它會太鹹的時候 你就記得稍微洗一下 稍微泡一下 把它抓一下 對…稍微泡一下 好 這調味料就不用了 調味料我們不用了 好 就先把它收起來 蘿蔔乾的話就是洗乾淨以後 把它捏乾 水分要捏掉 如果沒有捏掉的話 你吃起來就會爛爛的 你的蘿蔔乾會爛爛的 你也可以乾炒 像我經常乾炒 你也可以就是用一點油下去炒它 它起來是風味會不大一樣 有加油跟沒加油的 最主要就是把它的 剛才我們的水分把它炒掉 雖然你捏乾還是有水分 然後把它的香氣 蘿蔔乾的香氣把它炒出來 而且如果你買回來 是大條的菜脯 要先把它切…切碎 對… 要把它切碎 現在有沒有聞到蘿蔔乾的香氣 開始我這邊會有聞到一點點 有…開始慢慢散發出來了 對 就是它還是要炒過 它的香味才出來 才會出得來 其實我之前蘿蔔乾我都直接用 都會少掉那個要炒過 原來要炒過香氣才會出來 對 炒過那個香氣才會出來 會不一樣 就學到一招了 好 所以你做有一些東西的話 因為你洗過它 還是會有帶水氣 還是會把它本來的香氣 稍微讓它這樣稀釋掉了 好 炒到香氣出來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們就可以等一下 把它放到我們的那個 碗裡面來 碗裡面 好 麻煩鮪魚幫我剝下來 好的 哇 香… 它就有那個醃蘿蔔乾的香氣 就出來 對 現在就會有那個 蘿蔔乾的香味 對 好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就可以準備做粉漿的部分 就要做粉漿了 對 粉漿很重要耶 其實那種老店的粉漿 大部分都是用米霞去抹 對 他們會選譬如說舊米 舊米它的可能Q度會比較好 這個其實軟硬度就看 我是覺得會看個人喜歡 可能有人喜歡吃比較Q一點 你可能的水分 就不要加到那麼多 我喜歡吃綿綿的 有人喜歡吃比較軟的 對…軟綿的那種 對 那個水就要比較多 觀眾朋友沒關係 假設我今天給的 大家覺得說 老師你這個配方吃起來比較硬 你的水量可以稍微多加一點 對 如果說你覺得它太軟了 那你就水稍微減一點 對 那個其實就是會可以照個人喜歡 多做幾次你就可以找出事了 對 而且不同家的米粉 再來米粉它其實也不會不大一樣 對 有的可能吸水量會比較多 有的吸水量會比較少 好 我們就是沒有 我沒有特別去挑哪一家 就是很隨興哪邊 可是可以買到我就買這樣子 這樣大家比較方便做 好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粉漿裡頭的水的材料 有分冷水跟沸水 對 跟… 這就是老師等一下要來教大家的 撇步 為什麼要用沸水冷水呢 好 我這邊 這邊先把水煮開 我們這邊先把冷水的部分 先把它挑開 冷水是這一個 對 好 再來米粉就先放到 我們的盆子裡面來 你等一下要沖的盆子裡面 因為像再來米粉這類的粉 它不像麵粉 它有筋性 所以基本上你水下來 水下去以後 如果你不攪拌它 它會怎樣 它就會… 沈底是不是 對 它會沈底 像太白粉那樣子 對…它會沈底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這樣放著 然後它也沒辦法去 你會發現它也沒辦法去沈仔東西 所以你如果放料進去 它基本上蒸的時候 等一下上面會有一圈的水 然後下面有一些硬硬的那個 就會分層這樣子 對 然後你會發現你的東西 都是浮在上面那一層 比較水的那一層 你會發現像這樣子 我們現在這樣調一調 它就是一個粉漿 這邊的話水要煮到大滾 我們要把它沖進來 讓它變成薑狀 像醬糊狀 甚至再更稠一點 那個時候你放餡料再上去的時候 它就等一下可以 完全你想要擺哪邊 你就可以擺哪邊 我懂了 就是我們要讓它熟… 有一點點熟化了 對 它才有支撐的力量 對 而且它才不會說 你放久了以後 它的粉的部分它沈澱了 你蒸的時候 變成東西會有兩層 可能一層是比較硬 一層是比較水的那種狀態 所以粉漿的蘑菇 就是我們要大滾的水 去把它沖手化的這一個部分 可能要來一個 好 找一個 手套 手套 等一下在大滾再沖的時候 要麻煩鮪魚就是 一邊攪嗎 先幫我攪散就好了 然後沖下去的時候 先不要攪 好 利用水本身的熱度先讓它糊化 再來攪拌它 好 它的熱度就不會散得那麼快 好 好 我們等一下讓它大滾 已經現在是沸騰的狀態 可是我們要到大滾的狀態 對 要讓它大滾 所以你煮水的時候 你其實加一個鍋蓋 讓它的溫度可以保持在裡面 對 然後它的水氣 也不會跑到那麼多 好 現在這樣子 大滾了… 有沒有 大滾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是攪…對不對 老師沖的時候就停 好 我現在就停 來 好停 好 等一下 因為利用它的熱度 讓它糊化一下 你現在弄的話 它溫度會散掉 它等一下就會變成比較水 所以我現在不動它 你先不要動它 你看它上面有一點熟了 然後很像是蒸蛋的表面的感覺 熟了變凝固了 有一塊凝固了 對啊 我們再稍微攪一下 好 現在就再把它攪散了 讓它變成像漿糊一樣有沒有 把它和均勻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來 裝到我們的杯子裡面了 或是我們的碗裡面 好 好 我們今天用的是鋁箔杯 這個 假設你今天用的是吃碗有沒有 記得碗裡面抹一點油 好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個鋁箔杯 就不用另外抹油了 對 像如果有人喜歡 就是粉膠帶一點味道 這個時候其實你煮的水裡面 就可以加一點點的鹽巴胡椒粉 在裡面 它這個會有味道 對 它就會有味道 好 像現在就可以 我們就拿個湯匙來舀 好 準備一下我們的棉洗手套 然後還有 我們就要準備來放米漿跟餡料了 對不對 對 我們有餡料 蘿蔔乾 記得我們的肉餡 也要回到我們的角色上 好 然後這個是 我們的肉餡就是等一下可以先 用手套抓一小球 抓一小球 對 一小球大概 大概12克左右吧 好 12到15 所以我這邊 這樣子夠大嗎 對 像醬粉漿對不對 可以 好 像我們現在那個杯子裡面 你就可以怎樣 像醬粉漿很好 等一下涼一點 真的像醬糊耶 等一下涼一點的時候有沒有 它就會變比較硬 好 中間就放一個肉餡進去 所以大概是4分滿 3 4分滿左右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放一個肉球進去 對 我通常吃這個好像在薰包 放在中間這樣 對 看你要放哪裡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再上一層粉漿 然後再粉漿再把它蓋上去 對 所以我這樣子 我們今天的碗粿會有整顆的 等於它變成是肉圓碗粿了 對不對 對 然後再來就可以把它填滿 好 貼滿的話像 如果你今天煮得比較糊的話 你可能就沒辦法像我這樣抹平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 橡皮刮刀沾一點水 或是湯匙的背面有沒有 沾一點水然後把它抹平 那我們其他餡料呢 其他餡料就擺上面了 就不要藏在裡面這樣 對 譬如說我們今天 香菇比較大朵是用半朵 如果是鈕蔻香菇 我們就用一朵 好 那你就香菇擺上來 我們這香菇有先用醬油 糖跟水 煮過嗎 對 有煮過讓它有入味 好 然後再來我們的切半的鹹蛋黃 放進來 剛剛說的醬油 糖跟水 這是我們的那個材料之外的 另外的 對 另外的 好 然後再來就把我們蘿蔔乾 放上來 好漂亮喔 好 所以這樣配色就有 不同的顏色的層次 好 這個是屬於沒有味道粉漿的一個做法 你看這樣就是一個完整的 一個碗粿的樣子 然後這邊我們要進去蒸對不對 對 再來就要進去蒸 大概要蒸多久的時間 大概要蒸個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我怎麼知道它熟透了沒呢 你如果是熟透的話 你搓下去你那個粉漿有沒有 它是不會有白白的 它是會那種比較透明狀的 就是粉漿整個熟透了一個 對… 尤其像我們中間是肉的話 你如果是沒熟的話 你這個就會有沾一點那個 生生的那個肉上 所以可以用那個筷子擦下去 對 擦一下對不對 好 我們一一的把它做好之後 待會兒就要放到我們的 蒸籠裡頭來蒸囉 好 不過我們今天呢 待會兒等一下完成的一個 碗粿到底成品如何 而且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醬汁喔 待會兒回來我們再教大家 完成我們今天的碗粿 整個完整的做法囉 好 我們這邊的碗粿已經炊好了 所以我們要來教大家做醬汁了 醬汁的做法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對 醬汁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用醬油加一點甜辣醬 有人會喜歡海山醬 你也可以用海山醬 那就是然後再加點糖跟水 把它煮開 煮到像這樣滾得沸在你狀態 對 滾了以後 我們用一點這個再來米粉 好 加一點水把它調開 然後下去勾芡 好 那個不用勾到太濃 所以是要稍微看一下 所以像那個南部他們的 那個碗粿的那個米醬 就是用再來米粉勾芡 就變成這樣 對 然後有些醬汁 他們也會用什麼 就是炒過的米仔糊有沒有 它就比較香 好 炒過的米仔糊有它的香味 好 所以有些沾醬 其實是用這些東西去做的 去做出來的 我們要讓它有濃稠狀的感覺對不對 對 像其實我們現在醬汁 就是熱的會比較稀 就是但是它放涼的就會變比較稠 比較稠 對 我們現在因為要淋在上面 所以還是要稍微把它煮稠一點 好 不然的話可能就會流光了 而且它也跟太白粉一樣 下去的時候就要一直攪拌… 對 要一直攪拌 好 我們把它勾芡到濃稠狀 就有點稠狀 而且它光亮度就出來了 對 然後它還是要把它煮滾 然後它還是煮滾 煮滾以後你就可以稍微 試一下它的味道 因為每一家的醬汁可能都不大一樣 你也許需要去微調一下它的甜度 或是吃鹹度 對 好 好 我們再把它煮滾之後 來看看我們的碗粿 你看前面這個有沒有 中間把它剖開了一刀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中間的肉球 有沒有 微微的 我們剛剛不是放了一整顆的肉餡 在裡頭嗎 所以它整個那個肉球 就會在中間的部分 然後我們擺的餡料就會在上頭 對不對 對 就很漂亮 然後待會兒我們把醬汁好了之後 你其實就把它淋上去 就可以來嘗嘗我們今天的碗粿 到底成果如何 不過其實在試吃之前 大家應該還是會有一點點忘記 我們到底用了哪些材料 還有做法的步驟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帶大家 一起來做個總複習囉 做法的部分 將絞肉和所有內餡的調味料 拌勻至有黏性 鹹蛋黃切拌備用 洗油鍋 放入蘿蔔乾炒香備用 再來米粉加冷水拌勻成米漿備用 將滾水沖入拌勻的 再來米粉漿內拌勻 使其成為糊狀 接著將做好的米漿 分裝至抹了少許油的紫碗中 將拌好的肉餡 香菇 碎蘿蔔乾 鹹蛋黃等放在米漿上 入鍋蒸30分鐘左右 醬汁的做法 所有材料拌勻煮沸 取蒸好的碗粿 淋上醬汁及蒜泥即完成 好 最後要把它跟醬汁組合了 所以正統的碗粿要有一點蒜味 蒜泥 對 所以放一些蒜泥在上面 如果是自己磨的或自己打的話 像今天自己磨的 沒有加到什麼開水 你就可以稍微再加點開水 把它調稀一點 它就比較好散開 對…好 我們等一下的醬汁 好 看起來就是美味的畫面 我的天啊 好 夠了嗎 好 加一點 好香喔 手燙燙 剛出爐喔 自己吹的碗粿喔 我們要來吃吃看看 我先一刀下去 看一下它的軟嫩度 我覺得它其實軟硬 米漿的部分軟硬度適中耶 因為我其實叉子要稍微有一點點用力 可是又不用太用力 它是你用力它就往下滑的那個感覺 然後擦一塊粉漿起來 基本上像這一類的製品 就是你熱的時候它是比較軟的 冷了以後有沒有 溫度降下來它就會變比較硬的 可是你看它Q彈彈 就是會彈的那個感覺對不對 好 我先來吃粉漿看看 蒜頭加太多 進去蒜味很明顯 可是那個粉漿啊 我覺得它本身沒有調味 所以它的米香味很明顯 就是其實就是說看每個人喜歡 有人喜歡吃加肉燥的味道 有人很喜歡吃就是我單純一點 然後但是我中間要吃到餡料的時候 是那種薄薄的餡料在裡面那種感覺 而且這個醬我覺得它的那個 加入那個最後的那個米粉 真的很妙 因為它就會有那個黏稠度 可是它會裹在上頭 所以你看我剛剛稍微沾一下 它的醬汁都沒有跑掉 最主要它加米粉的作用 就是要讓它變成稠狀 可以沾附在上面不會流掉 對 好好吃 而且我覺得這個Q度跟它那個軟硬度適中 可以吃得到QQ的口感 可是它是滑口的 基本上你抿一下它會化開 然後享受到那單純的米香 稍微吃到一點菜脯 它有炒過的香味 然後裡頭的肉餡帶著鹹香 所以基本上 雖然我們的粉漿沒有特別去調味 可是它靠著肉餡的鹹香 還有醬汁的一個味道 對 因為基本上你肉在中間有沒有 它那個味道還是會加減會滲出來 會滲到旁邊的泥漿裡面去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點淡淡的 它的香味在 做法真的不困難 而且我們是從頭到尾 從米漿 餡料到醬料 都自己動手做 所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道 台式小吃 所有的觀眾朋友在家裡 一定要試試看喔 今天謝謝老師 好 謝謝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了 拜拜 拜拜 各位瓜 我們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